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Dr. Amy另类中医健康养生频道 大家好 看到这个雪景 又是一个星期六 雪又下起来了 这已经是5月份了 5月4号 这是我院子后面的秋千 在雪中静静的呆着 是的 然后雪再静静的下着 没有上个星期那么冷 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谢意 我吃完晚饭了 然后呢 在这个院子里面呢 想照一下这个静静的雪景 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没有人出镜的视频 谈一谈什么呢 谈一谈这个稻春寒 稻春寒 在春天的时候呢 都会来 时不时的呢 会光顾我们一下 但是 大多数不会在 这个5月份 还有飘雪的这个日子 那这个呢 确确实实不同寻常 在这个时候呢 为大家来谈一谈什么 关于感冒的问题 感冒 有这个风寒感冒 有的人呢 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症状 然后的话呢 脖子后面呢 感觉发木发麻 或者是有头疼 鼻子呢 流鼻涕 流这个 痰眼泪 打喷嚏 这就是一个 风寒感冒的出气的一个症状 那么对于风寒感冒呢 我们来解决 很简单的 五片生姜 把它呢 用250毫升到500毫升的水呢 给它烧开 烧开之后呢 趁热喝下 如果没有糖尿病的人呢 我们可以放些红糖 这样子的风寒呢 立即就除去了 一天能够喝到三次 基本上第二天就恢复正常了 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是风热感冒 风热感冒呢 是说最主要的症状是 我们的嗓子疼痛 这个喉咙疼痛 有这种黄痰 或者有发炎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属于呢 风热感冒 风热感冒的话呢 我们一般呢 是病毒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来做呢 我们 就是可以用金银花 家菊花 泡水来喝 一天呢 不停的蓄水喝 也是喝到差不多呢 这个500毫升到1500毫升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整个症状呢 就会消失 感觉特别的好 第三种情况呢 有的人因为吃了火锅 或者是说 穿衣服呢 没有注意 着了凉 我们这种呢 大家会出现什么呢 拉肚子的现象 那么这种拉肚子的现象呢 就我们叫做 这种肠胃感冒 就是这个寒凉 直中脏腹 导致我们的脏腹呢 脾胃失肠 然后产生出现这种腹泻的一些现象 那么对着这种现象呢 我们来怎么做 这种现象一样 第一个 我们要用热袋 大家都可以在这些 这个药店买的这个药袋 是不是啊 那我们这些药袋呢 就是不是药袋 热袋 这个热袋呢 可以放到微薄炉里头 打两分钟 然后呢 在你的腹部放上毛巾 把热袋放在腹部上 这是一个 再一个的话 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姜的话 一样 生姜五片 250毫升到500毫升的水 熬开了以后 10分钟 然后的话呢 就可以喝了 基本上15到半个 15分钟到半个小时 这个腹痛和腹泻就消失了 这个呢 作用立竿见影 大家可以学起来 好不好 好的啊 这是关于我们春天到春寒 包括冬天 各个季节 如果我们感冒了的话 符合这种风热 风寒和脏腑 肠胃感冒的症状 我们可以来这样的解决 那么这个感冒的问题呀 比较啊 普遍 很多人呢 都掉以轻心 但是感冒啊 这个本身不可怕 但是感冒的并发症呢 非常可怕 如果不能得到 及时的治疗的话呢 感冒会引起心肌炎 会引起肾炎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统计 每年因为感冒 病发症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各种慢性病 而死亡的人数 所以说感冒呢 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 那么这个感冒 我们怎么来预防感冒呢 预防感冒啊 首先是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我们要注意啊 几个保护 首先呢 头上我们要戴上帽子 这个风雪之中呢 一定戴上帽子 因为头上呢 是猪羊之慧 防止这阳气无味的耗散 我们要戴上帽子 第二个的话呢 前心后背要保暖 肚脐眼和后腰不要着凉 要呼吸一下 再一个呢 手套和脚一定要保暖 那么基本上 这几个地方呢 我们保持这个比较暖和的话呢 身体的这个寒气 就不会被容易清晰身体 就会减少感冒的发生 还有这个这个病发症的发生 好不好 这是关于这个感冒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的话呢 那么我们说 这个在这个冬天 包括在春天 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感冒 好了以后 或者是怎么样才能让感冒 好得更快 那很多人一感冒 马上就吃各种感冒药 那么这种西药的各种感冒药 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吃 但是有的人哈 就不按照这个 这个药品上面的量吃 还有的人呢自己擅自 几种感冒药叠加着吃 这样会出现生命危险 也有出现肝衰竭和肾衰竭的这种例子 最终呢导致这种死亡 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大家不要自己盲目乱吃药 感冒啊 如果说初起的时候 我们用这些小方法呢 把它给止止住了 就很好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不良的苗头 还有没有止住 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 看医生哈 不要擅自啊 这个 不做任何的处理 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延误了病情 这样就不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有的人呢感冒了以后 他就说啊 我去上gym去 上gym了以后呢 出一身透汗 把这些汗都给他出去出去 出了以后呢 是不是很好 这个我们不提倡哈 因为人感冒了以后的话呢 身体会调动身体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能量 来抵抗这个病毒呀 细菌呀 或者是这些寒气 那么我们上了这个 gym里面去做大量的运动 这个时候呢 会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能量的水平就不够 就不够 就没有足够的这个能量 来抵抗这些病毒和细菌 反而会引病 入侵你的内脏 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 会出现心肌炎 所以说如果感冒了以后 我们不提倡大家 还去做剧烈的运动 一定要多喝水 卧床休息 然后呢 早睡觉 把自己身体的机能呢 调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让自己的身体呢 有足够的能量 来抵御这些病毒和细菌 把这些病毒和细菌排出体外 在这里头呢 有的人问 那么如果说是感冒了以后 到底是吃西药呢 还是吃中药 哪个更好一些 这个角度来说 中药的话呢 我们不是来杀死这个病毒细菌 我们是把这个病毒和细菌 还有这个寒气呢 把它给排出体外 让它呢 引邪外出 所以说的话呢 你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增强 但是呢 有的人会出现啊 感冒了以后 马上就用西药 感冒以后马上 表面的症状是解决了 但是呢 身体里头呢 抗生素 如果过度使用的话 那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 反而下降了啊 就是为什么很多小孩子 大家会出现这个哮喘啊 气管炎啊 还有包括过敏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啊 那么 一感冒了以后 尤其是在这些国内的时候啊 大家发现一感冒就去打掉瓶 一感冒就去打掉瓶 那么孩子的抵抗力呢 越来越差 这就是抗生素的过度使用 所以啊 嗯 我们感冒初期不提倡 大量的用药 只需要用大家比较简单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常识呢 来给它解决一下 然后平时注意啊 锻炼身体 多喝水 然后的话呢 注意空气的清洁和卫生 还有注意自己保暖 那么无论是在严寒的冬天 还是真有倒春寒的 下雪的天 我们都可以做到安然无恙 好不好 好的 那么今天的分享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提问 咨询 有觉得我的视频呢 对你的朋友有帮助的话 可以转发 好的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